他爸就說不 我們要走魔術師 結果那個魔術師 還有一個那種道具 是百元切兩半 好可怕 是說小孩小孩小孩 光那個道具 就花了我一萬五 就是這樣運到現場 然後還把小孩嚇死 對 然後小孩又哭了 可不嚇哭 然後我就一直在那邊安慰他們說 不要哭 我那天還花了好多錢買禮物 就是因為每個小孩走 都要給他半熟禮 我就覺得每個小孩都丟掉 壓壓盡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魔術師不是變火 就是譬如說他那種蓋蓋子 然後忽然這樣一打開一火 然後我就天啊 我就這個不可以表演 這個太危險 然後那小孩都嚇到 一會兒一個人就躺進去 然後他就說你們看很棒吧 啪一變變兩半 小孩又哭了 什麼 花錢找對手 為什麼 就是你為什麼要這樣 然後那一次真的花了我 而且回去好像一一跟家長道具 對 我就說真的很抱歉 每個回去小孩玩家中間 真的 就那一次就是餐廳 大概就花了大概三四萬嘛 然後我覺得花比較多是那個伴手禮 就是你要光譬如說 你可能一般的小朋友 有三十個月 還好吧 你就送平安符啊 平安都中間 真的都嚇到了 對 可是我要補充一下 可是我要補充一下 然後你知道嗎 他就想說 不是 我覺得這樣玩完 小朋友不夠 所以他就加了一個冰果 冰果 然後那個冰果 有獎金的 就是我剛剛為什麼說 我花了很多錢在買禮物 就是因為那個冰果中了 你要給禮物啊 對 對 下次你應該嚴格控管他 不准主辦任何事 我就叫他不要出息 真的 欣品耶 你的花費表 我好像滿保守的 就是兩個孩子 兩歲半跟三歲半的總花費嗎 對 二十六萬 對 兩個 其實很便宜 我覺得 跟他們 對 就好像我沒有亂花錢 主要就是姐姐 那你說說看 剛剛誰亂花錢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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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恩 沒有 不是是我嗎 瑜伽 是我 好像 天下我好像比較沒有 對 因為姐姐現在就是幼幼班 就把他送去幼幼班 那學校基本上 就是他們讀 他讀蘇澳的私立 裡面還有澳福音樂 然後還有就是 畫畫課 一個月一萬多塊 對 學期費差不多一萬多 然後月費差不多八千多 九千 便宜 對 但是在蘇澳已經算是 滿高級學校了 對對對 然後他們班上也只有六個人 哇 超小的 然後老師是兩個 哇 兩個老師再六個 配兩個老師 好輕鬆喔 對 皮內高 對啊 對 所以我就覺得 讓他們在那邊 快樂的學習 是我不能偷懶耶 對啊 我覺得在那邊 快樂的學習這樣滿好的 而且就是 其實老師就陪他們玩 還有其他小朋友這樣子 對 然後讓阿嬤也比較輕鬆一點 對 對對對 那買玩具六萬 就是來回跑嘛 然後就我 每次回去 我都會買一些玩具回去 那但這些玩具其實基本上都是 像是樂高 對 或是綜藝 我可以跟他們一起玩的 的一些 抑制遊戲的玩具 對 所以我在這上面 我花比較多錢 現在目前看下來 就是大家都有上才藝課 對 那我想問一下 哲霸是 還沒有上幼稚園之前的孩子 到底適合安排什麼樣的才藝課 因為那個時候小孩子還在探索中 所以都以小部分的開發為去 去摸索孩子他到底喜歡什麼 或者擅長什麼 所以可以去做一些律動啊 對 幼兒律動 幼兒律動 或者是一些繪畫 畫畫 算塗鴉啦 小孩算塗鴉 就是在過程當中 就是增加親子互動 然後開發孩子的想像力 創造力 我覺得這個是滿重要的 在上幼稚園之前 上幼稚園之後最重要的 就是社交能力 對 沒錯 所以在這之前如果有 所以可以帶他應酬啊 對啊 算是喔 有些孩子的個性是害羞的 他搞不好到了幼稚園會害怕跟同胎 爸爸叫你去跟他搭賽 快去 去要個賴 所以在還沒有上幼稚園之前 其實可以有一些 同年齡的孩子的媽媽們 平常可以一起出遊 讓他們去玩 先增加那個互動 真的 這樣子孩子到了幼兒園 其實面對陌生的孩子 其實就不會害怕 不會那麼害怕 花花呢 你的花費表 我的四歲小孩 陰險總花費是 喔 那麼多 一百四歲 你也嚇到了 我覺得發生什麼事了 教材什麼 教材二十萬 教材這個我要說一下 因為就是我大女兒 她也是比較害羞的那一種 然後她那時候三歲 就是可以念小班了 她就不願意去念書 然後我想說那我就去 又朋友就去介紹我這個英文教材 就說小朋友可以用的 然後很棒什麼的 我就請那個銷售員來我家 然後就示範給她看 然後她就講的就是很神奇 天花亂墜這樣 然後我就被洗腦了 我就刷下去買了這套教材 二十萬 然後她小班 我就自己在家教她 可是其實你買了 你就是要一直去 花時間去陪她 對啊 然後你其實沒有那麼有空的時候呢 就是放在那邊神灰塵 那那套教材現在 就現在在家裡就是神灰塵 天啊 私幼學輩 一個學期二十萬 對 這是一個的 然後我們現在兩個就等於是雙倍 四十萬 一學期就是四十萬 一年就是八十萬 不對喔 她是三年 妳是算三年 對 她是一年 其實一年四十萬嘛對不對 我剛剛沒聽錯嘛 一年四十萬算是蠻厲害的學校了 她就是在台北大安區很精華的地段 就是很精華的學校這樣 可見花花家收入還不錯啦 原來怎麼能夠負擔 因為我是覺得她們小時候 這個時候是學語言最好的事情 沒錯 她們有最全美的環境 她可以很自然地去學習一路 現在真的可以寄很多單子 對 她不用到了以後 還要拼命去背什麼的 投資才藝課五十萬 她現在目前是什麼才藝 因為就是我剛好朋友 最近開一個兒童的才藝班 然後她會找各種老師 去那邊上課 所以我就投資她這個錢 就是她開這個才藝班 她投資個錢 我就可以去五線上課 但是妳老公是音樂人 她應該想要栽培自己的小孩 對 所以我老公也在那邊開課 就是有音樂 繪畫 足球 跆拳道 烘焙 那妳就一直上 妳老公的課 妳就不用繳錢啊 就都不用繳錢啊 所以就是投資 然後我就來個小孩 就一直去上課 這其實滿意投資 就只要他不倒的話 我都可以去上課 那妳有沒有覺得音樂人的小孩 真的有絕對 天生絕對音感 我覺得他就是 因為他看媽媽很常在唱歌 在表演 所以他會覺得 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他會很喜歡唱歌 然後也比較不會去怕 去表演什麼的 對 對 就像我小孩 現在一直看到爸爸吃飯 然後現在吃得也好快 吃超快的 那好嗎 食慾大開 他奶五分鐘就喝完了 沒錯啊 如果現在愛拿籃球 我就算了 對啊 他吃了就在看美食節目 然後就是奶喝得好快好快 因為他以後不行 果然以身就要爸爸 就有小孩 對 真的 那茵茵呢 茵茵的花費 目前七歲 總花費是一百六十萬 對 為什麼 我覺得看完前面的 我覺得我的還好耶 才七歲耶 前面的媽媽他們都說 就是 那個要讓小孩子上那個 外語能力要很好啊 Winnie他們這些 但是就是要延續 對 要延續 像我認為 他現在變成功利小學以後 他的 外語就沒有像之前那麼好了 可是因為 爸爸的 就是成績一直都很好 然後他 就是 他也是功利小學 一直都是功利 然後但是他也都 後來他念到最高學服 所以他會覺得 為什麼小孩子一定要念私利才會好 他覺得要念書就是會念書 那是環境問題 對 那像那個樂高動力 機械可是從 幼稚園開始一直到國小 都強迫他要上 因為他爸爸是電腦工程師 所以他爸爸會覺得說 這個要持續 而且要比他上 然後 跆拳道 他也很喜歡 因為他喜歡打架 對 然後我們就跟他說 那就要繼續上啊 不然你就會輸 天啊 那妳為什麼最後回了是鋼琴呢 對 這個就是 雖然我自己以前是教鋼琴 可是我們都 就是我們自己都會覺得 就是自己是鋼琴老師 就會覺得自己的孩子 都是送去給別人教才學得會 對 對 不然妳這樣說 他就是小孩根本不理妳 對啊 妳談一談 他不會 你凶他他也沒有用 他就是耐一下或是什麼 然後耍個賴啊什麼的 媽媽我要尿尿什麼 就隨便他 那我兒子上了兩堂課 他就不上了 為什麼 不喜歡 他就 他就說 媽媽是鋼琴老師 我不要跟別人學 來這招 對 他還是不要 真的沒興趣 跟自己的媽媽就會耍賴 對啊 爸爸媽媽的觀念 一定要先釐清 就是我們 如果我們只是 我認為你需要 然後就會加一堆課程 那其實他痛苦我也痛苦啊 那如果他真的很喜歡 然後我們去試了 他一開始還不錯 但是他突然又不想學了 或不想去上了 對 我們除了強迫他之外 更要了解他背後的原因 對啊 去了解他 他是不是因為 碰到挫折了 是 碰到關卡了 對 或者是 跟同儕 跟同學有問題 老師的痛調不喜歡 對 我們並不是說 我們要跟他溝通 是要說服他 而是要找到他是什麼點 跨過去 對 那他才會持續下去 而且這會影響他以後 人生的那個觀念 對 是啊 如果有遇到什麼 你不想學就算了 那其實叫他放棄 對 對啊